大家好,歡迎收看施政通識 我是Josie 黎永恩 2016年的施政報告在1月13日已經推出了 每一次的節目我們都會和青年朋友探討相關的議題 而今次這一集可能大家都特別關注 就是關於體育的 我們今天的嘉賓是講體育政策的 就是請來民政事務局政治助理徐英偉先生 Casper 你好 其實很多青年朋友都很能力 我看你今天都很有活力地來到 平時我都盡量是這樣的 裝束就是喜歡工作 有個充滿能量的感覺 請Casper不如跟我們說一說 今次施政報告中 關於體育政策的方面主要有些什麼 其實今次體育政策 我們特別提到有一個新的體育專員 其實這一方面在梁慈慶政府啟動的時候 我們都一直在研究 怎樣在這個體育方面我們能夠再做得精準一點 有很多東西我們都需要繼續深化和加強 我們留意到其實我們香港體育政策分了三大方向 包括精英化、盛事化和普及化 這三個方向其實缺一都不可 那為什麼呢 我們試看一下 盛事化其實就會給予一個好的機會 讓我們香港的市民和運動員 不單止可以從這個比賽當中 可以感受到體育的氣氛 同一時間我們有很多精英運動員 也都是借助這些平台 令到我們香港對於體育的意識提升 在這個精英化方面 我們都看到有很多精英運動員 是不單止在這一方面有出現的成績 我們都留意得到在那個精英運動員的培訓 甚至退役那方面 我們都要加強這一方面的支援 所以在這一次的施政報告裡面 都提及到我們是退役運動員 那邊我們都會加強在他們退役之後的工作 其次就是我們最重要的是普及化 我們過往其實都很重視體育的發展 當中普及化必定是最重要的一環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看得到利用體育 我們不單止可以令到社會更加開心一點 同一時間我們看到他們的經濟效益 正面和間接其實都是很大的 雖然很多時候很多東西我們不能夠直接計算得到 但是想想我們如果在整個社會多運動 那麼我們平均的香港人健康了 醫療的開設也有機會減低 其次就是說我們其實很多時候在學業工作上都很大壓力 利用運動體育其實都可以令到我們減低這些壓力 那麼在社會的爭拷也都有機會 就利用這些這麼好的盛事這些運動 就是可以更加和諧一些 那麼所以我們看得到運動必定是很重要 但同一時間我們都看得到 我們香港的場地的確不是太多 因為為什麼呢 雖然我們有大量的場地 但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香港人也是非常熱愛這個體育運動 那麼在當中看得到 無論是普及化甚至城市化 我們都很缺乏大量這些場地 那麼所以在這一方面 其實我們這次體育專員的其中一個重點工作 就將會是加強那個溝通和協調 包括不同的部門和不同的團體 試想一下如果我們做大型的體育運動 例如渣打馬里松 我們牽涉的不同政府部門是非常之多 那麼同一時間我們要搞很多不同的體育盛事 或者推廣體育的氣氛 我們都要牽涉不同的區議會 不同的體育總會和其他不同的團體 那麼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 體育專員將會將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講到體育政策 剛剛Casper也分享了 有很多東西其實是牽涉到關於體育政策方面 我特別想問體育專員 就是由民政事務局負責體育政策的副秘書長去做 現在就是楊德強先生 他的體育工作這麼大量 其實集中於協調和溝通方面 還是一些政策層面上的會比較多一點 其實兩方面都會很多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我們找了我們政府的同事 政務官同事來做 其實為什麼要找他呢 就是因為那個協調功夫 也都要牽涉有相當的管治 或者在政府內的一些經驗 可以幫助到跟不同的部門溝通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是同一時間我都看得到 就是說我們過去的民政事務局 也都很重視在政策和撥款支援那方面的工作 其實試想一下 剛才我說的 體育專員其實其中一個重要的功夫 在宣傳我們接下來的奧運會 這一方面也都在宣揚的體育政策 當中也都牽涉到很多協調和撥款 另外我們再看回運動員的支援 包括是他們由精英運動員的培訓 到他們出賽 直到他們退役 這一方面也都牽涉到當項的政策和撥款支持 所以其實缺一不可 其實兩樣都是一樣會這麼多的 講到精英運動員 其實近這幾年 看到投放給他們的資源 或者支援 其實是越來越多 但是我特別是關心退役運動員 他們接下來的情況 因為我自己家裡 都有兩名運動員 我爸爸和我姐姐都是運動員 但是都退役了 但是說退役運動員的職培規劃 到他們退役的時候 政府就說會制定他們的就業計劃 但其實有沒有想過 我們看回外國很多例子 有些運動員退役 其實第一時間可能是讀書 這個會不會都是支援的部分之一 這個我覺得絕對是其中一項 因為其實我們都看得到 退役運動員 其實他們都是需要 可能學業上 或者技能上 這一方面 是多方面的 政府也好 其實我們體育總會 和我們體院 都在這裡做大量的功課 我們以往 其實我都在外國住了十幾年 所以都留意到 這個退役運動員 那個安排 已經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功夫 我們都看得到 各個也都有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例子 包括可能在幾十年前 在外國有很多專業的運動員 當他們兩三年 在最高峰期的體育生涯完結了之後 他們有沒有那個相應的能力 可以令到他有第二個的職業生涯呢 這一方面 我們吸取了多年的經驗 其實都不是一個新的項目 但我們看得到 就是從就業那方面 我們必須也都要加強 他們在學業那方面 或者其他的培訓 如果我們看回 在08年開始 我們體院 就透過運動員教育 及職業發展計劃 也都提供了很多就業的支援 其實在退役的時候 我們都會幫他安排 不同的獎學金 諮詢服務 職業訓練 語文課程等等 也都是提升他們退役之後 那個競爭能力 當然我們都看得到 我們有很多的年輕運動員 他們剛才你說了 怎樣可以兼顧比賽 訓練和學業呢 我們都 所以剛才都說到 體育專員也是一個重要的工作 例如我們去不同的學院 在那方面 加強溝通聯繫 其實各方面都有些例子 是做了一些成績的 例如運動員其實是可以 申請我們香港運動員基金 提供一些獎學金 和生活的資助 去報道本地或者海外的一些教育機構 去拿一些證書 其次之外 其實我們體育總會 體院和北京體育的大學 其實都合辦了一個 五連制的運動訓練教育學士學學位 就是說如果他們是有興趣 去北京體育大學去進修的話 這個我們可以開到一個渠道 那不僅僅 如果是八大院校 其實現在都接受 體院或者官區學委會推薦的運動員 申請入學 我們都明白有時候 運動員因為比賽的關係 在就學的 即學業的時間 可能要延遲 或者休學 學院也都明白到這一點 是願意在這方面 作相應的配合 當然另外 我再看看體育總會 其實我們簽訂了很多備忘錄 我們亦都會繼續研究 其實正正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正在做一個研究 我們就住體院 官區委會 以及體育運動協會 我們都再看看 怎樣可以優化現有的機制 其實如果有關的計劃 我們期望在2016年內 都會有新的報告 我都很期待 我們看看在現有的基礎上 再怎樣繼續優化 我們對體育運動員的支援 出頭的架 gallon 換掉手 20ml 我們在前一間 參 meget筍 湯 っと 這樣 分區 未能 但 你看